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Ms.Mo 讲英文 比教英文好 我们讲的 当是谈谈的时间 我是Ms.Mo 我是毛孟静 我们经常讲这几排 诺贝尔和平奖 Nobel Peace Prize Nobel 不要读Noble 有人读错 Price Price 千万不要随便串错 是P-R-I-Z-E 不要串到价值 变成P-R-I-C-E 大件事 还有 这个是Z字 千万不要说E-Z 因为没有E-Z Price P-R-I-Z-E 或者Z-E 都可以 得主是谁呢 刘晓波 所有人都懂 用普通话评音 Liu Xiaobo 大家要留意 为什麽不是S-H 是X 这些是普通话自己的评法 你是没得咬的了 亦都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用中文的时候 就说 刘晓波 Liu Xiaobo 但是英文就没有这些 intonation 那种高低音 所以这些名字 全部是平铺秩序的发音 Liu Xiaobo 为什麽今年会去到 諾貝尔的奖 是来到中国呢 有人就说 This is to send a message of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那solidarity这个字呢 solid 然后darity 没问题的了 夹在一起呢 就是solidarity 快快去去 solidarity 团结 国际团结的信息 是要来支持中国的人权的运动 人权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最记得一定要 通常一般讲的时候 讲到人权一定是中数的 因为你不可能得一款人权 人权是包括很多的情况 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什么 结社自由 很多的自由 也都即使说 可以说 a human right 比如 言论自由就是一个人权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a human right 统称的时候一定是human rights 中国官方抗议 说诺贝尔和平奖 被一个中国的criminal监犯 一个犯人 就是窃读了这个奖 窃读是to desecrate 动词to desecrate 或者是desecration of 作为名词 desecration 这些字一定要学 那最后呢 就是大家会要想一想 有人就说呢 啊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第一次有中国人得奖 是不是呢 有人就拗 不是 不是第一个得奖 刘晓波并非第一个中国人 他只是排第二 排第一是哪个呢 达拉拉玛 达拉拉玛 但是问题来了 西藏人就是等于中国人 Being Tibetan is the same thing as being Chinese 究竟是不是呢 Tibetan T-I-B-E-T-A-N Tibetan 是不是呢 这个真是要好好地谈一谈 想一想 就是food food thought food 食物 food thought 思想 是食物的思想 你说 是不是真的可以 有养分的 好好周旋 在脑子里想一想 下次再讲